那影片的最後呢 他還帶了一隻新的龍 在PVE3的當中啊 大家可以看到 有沒有看到這個暴鎚龍身上黏這個綠綠的東西啊 沒錯 有玩過以前魔物獵人系列做的一些玩家們 應該都知道這個是乃滋龍啊 就是我們的碎哥啦 碎哥終於要回來了 我們碎龍大大 這個拳王 碎龍呢 他在以前的生態呢 算是就是 比較飄忽不定吧 會四處狩獵 然後呢 四處遊蕩 也是非常的兇爆 走到哪裡 打到哪裡 走到哪裡 吃到哪裡的一種龍種 而且這個碎龍啊 他身上會有一種綠色的黏菌 那這個黏菌呢 只要黏在地上 或者黏在某些魔物的身上啊 他只要時間久了 他就會爆炸 甚至他如果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要用滾的把他滾掉 而且這爆炸的傷害量也不小 算是這個碎龍的特性之一吧 所以呢 在這次魔物獵人 Icebone當中 加入這個碎龍之後呢 呃 我就還有另外一個依據可以推測囉 欸 在之前大家不是都說 有一篇新聞嘛 就說有個白白的東西可能會出現嘛 那這個呢 我個人認為 呃 大家都在推是不是雞雞捏不爛 或者這個俘魯咕嚕 我是覺得應該可能是雞雞捏不爛了 欸 因為他們一直不斷的把之前的三代的東西拉出來有沒有 像是以前的捷雲村的東西阿 有沒有 捷雲村的外觀裝 捷雲村的溫泉 再來又是碎龍 可想而知可能這個白白的東西呢 可能就是雞雞捏不爛吧 欸 各位怎麼想 可以在下方留言 哈哈 那麼 在影片的最後 先來稍微做一個總結喔 噢 目前呢 這個7月份的PV嘛 新的預告片阿 我是覺得內容 呃 不大不小 然後有一些資訊算是之前就知道的東西了 當中也有一些新的資訊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好比說這個集會所的部分 呃 相對於集會所一些跟玩家的互動性阿 然後以及就是 新的一些設施 互動設施 像桑拿 泡 泡腳 然後泡溫泉等等的 可見官方一直不斷的強調這個魔獵人對於這個社群的互動性還蠻用心的啦 那再來就是這個 新的一些便利性 可以直接通往這個武器房阿 甚至就是直升所之類的 不會像以前上船下船之類的這樣子的動作 欸 就會變得比較方便 我覺得這個 這些改變呢 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不錯的改變 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目前有看到很多人都在猜最後一次PV4 就是8月份的預告片呢 到底哪一隻龍會是在最尾端的這個隱藏龍喔 像這次的彩蛋就是這個 碎龍嘛 碎龍大大 我覺得PV4的部分嘛 有可能 新魔物會是 嘖 嗯 我覺得不是雷狼龍 就是黑龍吧 有可能 嘿嘿 大家一樣 欸 覺得社會是什麼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各位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到這啦 感謝各位的收看阿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內容阿 歡迎按個讚並且把它分享出去 那如果我還沒訂閱的朋友呢 歡迎訂閱並且按下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我們頻道的第一個直播 以及影片的更新通知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先這樣阿 我是沙皮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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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